蒲公英煮鹅蛋没想到好处这么多 春天里的蒲公英是个宝 在农村遍地都是 遇到了千万不要错过 在这个季节里就多吃些蒲公英准没有错 春天里的蒲公英和鹅蛋是最营养的搭配 蒲公英经过一冬天的孕育 营养非常多 鹅蛋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和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 它和蒲公英搭配着吃 真没想到好处原来这么多 首先我们把蒲公英处理干净 根部的营养价值很高不要去除 鱿鱼是野生的根部比较脏 直接用小刀刮除干净 处理好后放入清水盆中清洗干净 这个蒲公英是从野外挖来的 所以在清洗时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野外采来的蒲公英好处是纯天然不打农药 味道也更苦一些 药性要更好 洗几遍后加入食用盐浸泡10分钟 盐可以起到杀菌杀虫瓦的功效 下来准备两个大鹅蛋 鹅蛋里面含有大量的卵磷汁 而卵磷汁呢 正好是我们神经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适当多给孩子和老人吃 加入清水清洗一下 这鹅蛋上面由我们肉眼看不到大肠杆菌 所以给它清洗时 最好加入一勺食用盐杀菌 来回搓揉把表面清洗干净 因为今天这个水我们要喝 营养成分都在水里面 然后再加入清水 把表面彻底清洗干净 洗好后备用 下来准备一块洗净的生姜 切成生姜片 再准备几颗洗净的红枣备用 下来把泡好的蒲公英 再次割冲洗几遍 洗好后控水 然后把蒲公英放入锅中 再把鹅蛋放在上面 由于蒲公英是属于寒性食材 加入几颗温性的大枣 几片生姜片中和一下 再添入多一些的清水 开大火熬煮 因为在熬煮过程中水会变少 而且这个水很有营养 多一些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喝到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熬煮6分钟 由于鹅蛋皮比较厚 不用担心皮会煮破 6分钟后 用漏勺把鹅蛋捞出来 放入凉水碗中泡一下 这样一回剥皮的时候很容易去壳 能把鹅蛋表面剥得很光滑 处理好后 再用刀轻轻划几下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吸收蒲公英里的营养 让蒲公英与鹅蛋里的营养结合起来吸收 再次把鹅蛋放入蒲公英水里 盖上盖子开小火再熬煮6分钟 小火熬煮可以更好地吸收汤汁力的营养 6分钟后 蒲公英和鹅蛋煮水就完全煮好了 鹅蛋含有大量的卵鳞汁 对神经发育比较好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有营养 有补脑建脑的作用 对身体的好处还有很多 盛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吃的时候 喝一口蒲公英水再吃一口蛋 闻着有股淡淡的清香味 水是微甜的 没有苦涩味 而蛋吃起来还特别的香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 或者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帮忙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